上個月 包括參議員盧比奧在內40多名兩黨議員 共同致信川普政府 呼籲對在美上市的一些中國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要求 因為他們對美國構成國安風險 並參與人權侵犯 信中點名海康威視 在監視和大規模拘禁新疆維族人上發揮作用 今年3月 川普政府審查中共大規模拘押維族人之際 美國高盛、富達等大型投資基金紛紛拋售持有的海康威視股票 不過加州和紐約州兩個教師退休基金系統仍持有海康威視股份 羅賓遜認為 未來海康還可能面臨更大困境 羅賓遜指出 目前在美國資本市場營運的中國公司已有650多間 可能造成的經濟風險接近萬億美元 其中涉及國家安全與人權問題必須受到重視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